那這邊有一個第一段就是那個booking的公式 那那個bill list總共會有五段公式 那我們最後希望做出來類似這樣長得像這樣 就是跟前面一樣嘛 就是booking反正一定會有個清除 然後按下它之後自動幫你把公式都丟進去 丟進來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有公式 應該這個我想前面也做蠻多 只是說做個複習而已 然後第二個是bill list一樣 有個清除有個bill list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公式全部都丟進來 那一定會有個清除 OK 好這樣大概類似這樣 這個我想應該各位已經不陌生了吧 如果說現在你可以很順暢的把它寫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平常應該有在練習 如果說沒有的話 表示你應該回家把前面的東西再看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呢其實是可以套公式的 那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booking 那怎麼做一般的話我會先建議你先寫清除的這個 清除booking ID 然後清除的範圍記得是從2到最下面列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以前我們是從A2偵測向下對不對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清除的時候呢 因為它清掉了 所以你要偵測的時候特別注意喔 你不要用A2喔 因為A2裡面的東西會不見 那如果你用偵測的話怎麼樣 Ctrl向下1048576 所以它會怎麼樣 FOR I等於2到1048576 所以之前有同學喔 欸 奇怪一跑 哇 跑好久一直都跑不出來 還在那邊動動動動動動動 為什麼 因為你偵測錯的欄位 如果你要偵測的時候請注意不要去偵測裡面可能會被清空的那個欄位 那要怎麼用哪個欄位呢 用比較不會變動的 你用B2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為B2不會變啦 OK 所以這邊FOR I等於第二列到B2的最下面一列 然後一個NAS 再來的話 Sales I.A欄等於什麼 剛剛的公式 所以你可以把公式貼上 對不對 那清除的話就不用公式 就是兩個刷引號而已 所以我的做法是 第一個 我們先到Visual Basic裡面 先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 模組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我們叫做清除Booking ID好了 OK 然後呢 FOR I等於第二 到Range B2的最下面一列 這個應該沒問題 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Sales A.A欄清空 好啊 這樣的話就寫好了 這應該沒問題啦 這已經是老梗 已經都已經差不多 Range得很熟了嘛 好 那第二個是要怎麼樣 把下面這個東西做出來 那這邊執行一下 把它丟過去 那怎麼丟呢 一樣嘛 你可以把這個清空清楚複製 貼到這邊來 再把裡面的雙引號貼上什麼呢 貼上我們剛剛寫好的公式 不過會有個麻煩點什麼 第一個 那個公式你貼上來的話 它一定會產生錯誤 公式在雲端上也有 就這個公式 Ctrl C 如果你直接貼上的話 好像我講過了 貼在那個雙引號裡面 它會產生錯誤 什麼樣的錯誤呢 第一個就是裡面如果有雙引號 你必須再加一個 那裡面有哪一些有雙引號呢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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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八個 那當然你可以慢慢去改 我講過了 如果說你沒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先利用什麼 記事本 應該還記得吧 記事本把它貼上 Ctrl H 一個單引號 一個 改成兩個 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後再把它貼上 就不會有問題 這個應該沒有 應該有印象吧 就是把一個雙引號 改成兩個 好 可是問題這樣執行的話 它只會 輸出的話 輸出的話 這個時候 輸出的話會有問題 None 找不到 Not available 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為什麼全部清空 剛剛是不是執行到 然後 這個等一下再看一下 再把那個資料貼回來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輸出喔 再來怎麼樣呢 把那個 有沒有 第二列的地方 所以特別注意喔 把2 改成什麼呢 記得 雙引號 然後 and and 改成什麼 i 然後前後再加 空白 有沒有 然後 往下特別注意 只要看到2的地方 B2 這個不用喔 D2 貼上 E2 貼上 然後再 D2 貼上 H2 貼上 這樣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你執行的話 booking ID 部分就OK了 好 因為我這些資料有點問題 我就不demo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的話 booking list 這個booking list 也是一樣 不過booking list 是跟大家會聯動的 這裡我想你們先試一下 程式碼 我把它放到雲端 所以這邊 有問題 那也歡迎 從這邊 可以發問題 我好像只有一個同學登錄 好 那我們來看 看一下剛剛的部分 因為 可能是 清除的時候 不小心清到 前面 我把它重新再補上 就OK了 所以將來有個清除 按下它的話 他會自動幫我把公式 一個帶過去 那將來呢 如果說你不知道說 哪些地方是需要改i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上面的2 會變成3的地方 其實就是你將來要改的 一個 兩個 有沒有 三個 四個 五個 那以後的話 你就怎樣 把那個地方 本來是2 你就把它 先做一個啦 其他就用貼的 那你慢慢熟練之後 應該就會很習慣了 不過剛開始可能同學對於那個 怎麼樣把i放進去這件事 會比較難 不過看久了之後就應該知道 怎麼做 大概標準化的流程是這樣 第一個就完成了 第二個就是 也是一樣到這邊 先做清楚 那一定是for i 等於 a2 你這個時候不要用b2啦 用a2的話 你用b2 ctrl向下 完蛋了 1048576 所以如果同學遇到那種 奇怪一直轉轉轉 之前有同學問 一直轉 他都一直出不來 好像停在那邊很多秒 最後才出來 為什麼 因為 他一直跑跑跑跑到1048576 清除 每一個每一個幫你清除 所以他跑多久 100多萬筆 所以即便在快的速度 也還是 這塊的電腦 像我們這個好像四核心的吧 還要那麼久 所以如果說像以前 舊電腦 如果你寫錯程式 那不得了 大概應該跑很久 這個半個小時還跑不完 好 那 這個 這個